陈剑州上节目爆猛料 称王力宏玩得很开 根本没想到他会结婚 公开细节人设坍塌 获得蔡康永利一证 王力宏近日被前妻爆猛料 好男人人设崩塌 不仅被爆魂内出轨 还涉嫌着急等恶劣行为 甚至牵涉出不少娱乐圈的女星 可以说一反公众心目中优秀音乐人的形象 但王力宏来人其实在办办娱乐圈 似乎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有网友扒出 在早年的康熙来了上 他的好友陈剑州就爆出过 俩人聚会玩乐的细节 不禁让蔡康永也为之扎舌 当时陈剑州一提到王力宏 就说不敢相信他会结婚 并且表示王力宏感情上的事情 你们知道的越少越好 还表示自己曾和王力宏一起去过夜店把妹 培养了不少娇妹的功力 似乎都在意有所指 当时王力宏就坐在边上 脸色突然尴尬 看起来似乎有些心虚 甚至坐到范伟奇身旁 开始假意声音的搭讪技巧 明显有种想要打断黑人的爆料 转移观众事件的目的 不过节目上蔡康永并没有放弃 进一步的挖掘细节 还分享自己曾在庆功宴上 看到王力宏非常的社会 不仅爆粗口还玩得非常开 虽然当时只是当作玩笑话讲一讲 但现在看来似乎王力宏的爱玩性格 早就暴露了 并且不只是好友吐槽 曾经在鲁豫有约节目上 也出现过一次王力宏 疑似撩妹翻车的经历 当时他和鲁豫准备上飞机 没想到机场后机栏外 出现一位女子 大喊着你算什么男人 看起来似乎非常愤怒 保安当即把女子拦下 但他依然不依不饶地怒骂王力宏 当时王力宏满脸不自然地表示 他只是一位疯狂的粉丝 全国各地飞的时候都能碰到他 但粉丝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现在联想起王力宏前期李亮蕾的爆料 你在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朋友 这一切似乎另有隐情 但近日王力宏回应前期的爆料 表示 他当初就是拿着孩子脅迫自己结婚 现在还有1.5亿的财产 一切的一切 都是他的诋毁 那么你怎么看呢 你相信王力宏还是李亮蕾的话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